天氣冷了 天氣冷了 天氣冷的時候都會想要吃一點點 有點甜甜 有點甜蜜感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要請到那個 我也覺得南國的Joyce 她自稱為是巧克力美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請她來幫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她是巧克力美人 OK 歡迎Joyce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是一個選品的公司對不對 好 然後她選品很特別 你要講一下都跟那個 愛情有點關係 講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Joyce 謝謝那個老闆娘 為什麼我叫巧克力美人呢 因為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想要帶給大家幸福 所以我做了兩個事業 帶給大家幸福 她有斜槓人稱 斜到哪邊去 我一個是在進口 精品的巧克力單一產區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在幫大家 做美 我一對一的服務 沒錯 如果有睡覺的話可以私訊一下 那個Joyce 好不好 私訊一下Joyce 那就是他們另外一個斜槓人稱 他的興趣 對他喜歡跟那個 幸福有關係 讓人家有幸福感 然後所以他很熱衷這件事情 然後相對一樣他們帶你的商品 幫我們介紹一下品牌是什麼 其實就是愛情讓我找到這個巧克力 我的先生 他是菲律賓人 所以我們代理這個品牌 他是菲律賓的第一種 先生是菲律賓人 所以從菲律賓那邊引進這個巧克力來台灣 然後你也知道其實巧克力在菲律賓的那個種植方面是很強 他們的品種非常厲害對不對 很多那個義大利亞法國都會跟他們進可可豆 沒錯沒錯 其實很多世界大長都會跟菲律賓他們進可可豆 那他們其實是亞洲最早進可可 種植可可 是 他大概350年前就開始有種可可了 西班牙人帶過去的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們這幾年的巧克力也很蓬勃發展 在世界很多的展覽裡面都很厲害 都得到投獎的 對阿 cự shook 所以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分享這個 對 跟大家推薦 ont台灣公司代理有兩個品牌 對 好 我們先介紹一下兩個品牌 有哪兩個品牌 我們的一個品牌呢 叫做Aural Arural 顶級巧克力 那他是一個菲律賓航運用的品牌 是航運運用的 然後譬如說在當地有跟很多 thron da pm Maryland 做很多聯名 對對它其實算是 就是我覺得它是一個蠻專業的品牌 专业专注在这个可可豆的这个领域上面 他们其实他们就是 他们很多黑巧克力 他们是不是有100%的 100%然后还有85%跟70% 对 都是很就是单一方的 然后他们的豆子是属于庄园级的 对其实我们两个品牌都是庄园级的 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就是天时地也很在乎 就是橄榄要庄园级的 然后可可豆我们也是都会比较 追求这种东西 所以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庄园级的可可豆 就是庄园级的可可豆 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它的庄园 到底是哪一个 哪一个farm哪一个农场种出来的 对在到底它到底产在哪里 从哪一块土地蹦出来的 对哪一个生产者 那其实菲律宾最大的生产的地区叫做达沃 它是在菲律宾南部的一个 一个城市 然后也是菲律宾总统的出生地 对然后所以 所以他们那边有非常多的很好的物产 像是可可豆啊芒果啊 然后还有就是甚至黑鱼鱼 哦农产方面很强 对 所以它这里面 欧若这个品牌 它就是会有100% 85%跟70% 然后呢 这是其中一个品牌 然后我们顺便再来连接讲一下 我们今天上面有提到这个几%几% 到底要来怎么区分 它到底怎么样得到几%几% 其实巧克力的%很简单 它就是可可本身的有多少含量 还有加上糖 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说是70%的巧克力 你觉得就是多少是什么东西跟30% 对啊 另外那30%是什么 另外30% 哦 就是用减法的概念 不要一直看那个70 要去看旁边没有写的30是什么 30%就是卡 70%就是可可 对 所以像这个100%的我就看到它的内容量 它写的内容量是写什么 可可膏 其实可可膏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可可豆整颗下来 是 然后那一颗一颗豆子再去研磨 然后再融合之后就变成哥哥的那个可可膏 那个就是最原始做可可的一个材料 对不对 其实可可的豆它里面成分就分成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可可脂 对 一个就是可可固体 对 然后所以呢 就是一个是把那个油脂的部分抽离出来 对 那因为其实可可的那个油脂是非常非常 经济价值非常高的一个产物 所以其实基本上呢 有些人会把它拿掉 剩下的呢 就像我们应该这样讲 好讲个概念大家就听得懂 感染呢 拿出来 拔起来就直接去榨油 榨油呢 剩下的是油 对 然后另外就是感染渣 对对对 就是这样分的概念 油脂出来另外就剩下固体了 对对对对 嗯 好所以可可基本上如果你看到它的那个成分表 你要去看有很重要是有一些不会写它是有可可脂的部分 是 那我觉得它比较难得的是它的可可脂的成分都含量都很高 对 嗯嗯嗯 其实呃 譬如说在我们市面上一般的那种上叶巧克力 是 譬如说在上面那边 你如果你看它后面的成分 你就会看到它 可能还有一点点可可脂 可是它也会写棕榈油 嗯 或者是 罢罢罢罢罢一堆对对对 很多 对 所以它就是为了代替那个可可脂的呃的 可可脂的重点就是在 当你放到嘴巴里面你会有融化感 对 的那个油脂是 那经济价值也非常高 而且非常营养 高营养的东西 好的油脂 所以那个部分呢 它如果没有放原来的可可脂的话 对 它必须要用其他的 比如说牛奶啦 或者是棕榈油啦 或者是其他来代替让你觉得好像入口即化那种 感觉 口感对不对 那不是有很多巧克力叫什么 只有你口不容易 对对对对 类似这一首的 像日本有什么冬季限量版 你放到嘴巴就化掉 你为什么会化掉 就是要有一些油脂你才能够化掉 对是 对不然它如果只有固体的时候 它是没有办法化掉的 嗯 对 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 趴素的概念 然后我也呃 建议大家在买可可的时候呢 就是巧克力的部分的时候 看一下它的内容 有一些写的很多的 那就表示它用很多东西取代 其实你真正吃得到的可可脂 是跟可可膏是非常少的 对没错 就它的含量是非常少的 嗯嗯嗯 那比如说如果你在过减糖生活的话 或者是甚至是生酮的话 是 那就可能就是吃我们100%的 吃100%的 其实我觉得85的也很低啊 对其实85就非常低了 85的会有疗愈感啊 100%你就觉得我正在吃健康啊 如果你很喜欢黑咖啡 然后你一定会想要吃看我们的100% 因为它那样的苦 其实是跟黑咖啡是非常相似的 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巧克力喝咖啡 但是喝咖啡如果你想要在冬天的时候 有一点点甜 你就可以吃85%的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 我自己非常喜欢 而且它包装超漂亮的 谢谢 真的超漂亮的 我觉得它就是简单简洁 告诉你我很真实的本目 对 是什么 它没有太多的花俏的那个东西 包括它的成分啊 我觉得它都写得很清楚 对 而且这个品牌它也有一个厉害一点是 它去年也被法国的巧克力茶友认可为 全世界前20大的可可庄园 哇 那蛮厉害的 因为庄园这么多 对不对 算是厉害的 对 对 其实我觉得菲律宾在这个部分啊 可可的这个部分 可能因为它有很长的时间 像你讲已经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是 所以它整个的演化跟它的制作部分 现在其实 粽子本身它们就是用很传统的方式 可是它们在制造现在的那个技术 我觉得都还蛮厉害的 对 已经不输欧美 已经不输欧美了 对真的 因为其实重点是它本身的那个可可的成分啦 它的那个品种 跟产区的产出来的质量要好 没错 你才有办法做出好的可可豆 对不对 对 好 那再另外一个品牌呢 另外一个品牌就是 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口味的西游 对对对对对 不太一样了 这两个的风格不同 一个是极简 就是很单纯 然后另外就是说 热情澎湃 对热情澎湃的那种那种巧克力 对 就是比较就是让它有一点变化 有时候我们一直吃单一口味的 有些人喜欢有点来点变化 跟着季节的不同 跟你搭配的食物 你搭配红酒啦 你搭配茶啦 搭配咖啡 可以有一些 对有一些不同的那种选项 是 好然后来介绍一下吧 我们这个品牌它叫 西游菲娃娃 theo and philo巧克力 theo and philo 它也是菲律宾的 对然后它也 它是第一个 菲律宾冰土bar的巧克力 什么东西 冰土bar 冰土bar的巧克力 对对 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 什么叫冰土bar 冰土bar呢就是从可可豆做成可可块 这样子叫做一个bar 叫做可可的一个完整的一条龙作业 都在同一个生产家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就像我们自己很在乎 要感染庄园自己的感染 然后自己生自己种自己自己采摘自己炸油 这种一条龙的 你没有借过别人的手 所以它其实它的程序是完全被保护到 对它会被保留的 所以它们从豆子的选豆到最后的做出巧克力块来说 它保留了很完整的可可的风味跟可可质 那这样子的时候 因为你在别人在帮你制作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到底放了什么东西进去 然后它们可以完全掌控它们的品质 那它这个品牌特别的一点是 它真的加入了很多热带的原食材 在它每个口味里面 等一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非常特别 而且一定要来体验 然后来体验就可以来吃吃看 到天时宇来吃 Joy都会请大家吃 对 对要来这边喝茶吃巧克力 对吃巧克力 然后 再来就是它的那个得奖也很多 对不对 对它得了大概累积18面的奖牌 18面的奖牌 欸不止喔 应该不止啦 不止不止 它就年份我看来一直写 它每年都会 它每年都会再增加一些奖项 对然后下面写那么多 对我们这边最热门的是这个 有攻击图案的 它叫做酱油太飞 对酱油太飞喔 那时候刚跟老板介绍这个口味的时候 他说好难想象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对啊为什么酱油 酱油不是导游台湾的东西吗 对对对 那其实呢 因为菲律宾也是亚洲国家啦 是 他们在他们的料理很常要酱油 所以呢 这个创办人他就是想要 制作一个属于他们的风味 那他就用了他们的 一个国民美食 一个炖肉的概念 来融入到这个巧克力里面 我跟你讲 酱油太飞糖 我现在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些 比较特别的口味 这个口味真的是 你几乎在其他的品牌没有吃过 没有吃过 对所以如果要送人家巧克力的时候呢 要送点特别的口味 等下我们给你推荐几款 再来就是圣诞节啊 去朋友家啊或什么 都可以带一些饭后甜点的东西 就可以带这个 然后这个 我觉得他吃起来就是 咸咸甜甜的 但他的咸一点点 可是你知道吗 酱油的咸是带一点甜味的 是 所以他吃起来的甘甘 然后有一点点 那个滋味有点难形容 你知道吗 而且他最特别的是 他最后吃到的一个风味 会是胡椒 对 我就觉得尾韵啦 那个尾韵 会有胡椒感你知道吗 就很特别 我这很难形容你知道 很多层次 对他之前跟我 Jes跟我介绍的时候 我真的很难想像 但是真的只有能够吃 所以他其实你看 像这一款 其实他得了很多奖 对他连续两年 都得了世界的银牌 对这很厉害 对 然后呢 刚刚有提到他没有很多风味 对不对 他们也有这种 这一支 90%的 对 刚刚他还跟我讲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这一支 刚得奖 对 他其实已经也是两年得奖了 因为巧克力的奖项是每一年都办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刚得奖是今年又得了 又得了 对 他今年得了那个星级大奖 就是Great Taste的这个奖项 然后他得了星级的奖 其实这种单一的要得奖很困难 对不对 因为我之前看大部分得奖的都是这种 就是富方的 你有调味的 的口味比较容易得奖 因为星级嘛 特别他就会是 诶 评设计我没有吃过 对 然后他 他其实他们在搭配上就是你要有很高的技巧 就是你的味蕾的技巧 要调配的很好 很平衡 然后又有尾韵 又有前韵的感觉 对没错 所以才比较容易得奖 但是如果要是单一方 真的要这样有点困难 因为竞争激烈啦 对对对 很多人都做A巧克力 因为这个比较好做嘛 对 这个我也不知道 对因为我觉得真的要调配到一个很 很 你可以很特别的 然后又很平衡 然后又很讨喜的 没错很多人说调配巧克力其实是更难做的 对 我后来才知道耶 我以前不知道 我后来说真的吗 原来是这样子 那他这个90%他特别的一点是 很多人会觉得吃下去的时候 反而不会觉得他有那么高% 因为其实我们说专员级的豆子 你可以吃到那边豆子的风味 所以呢 他们的豆子就是比较温和 坚果直调的 然后所以他的苦味反而没有那么的明显 对我就发现很奇怪哦 因为以前我都会吃中南美洲那边的 嗯 那中南美洲的可可样 你不知道80%或90% 100% 我吃起来的感觉苦涩会比较重 是 那有时候呢苦涩的重点也有可能就是 或者是比较色一点 有可能他的可可膏没有那么多 对 你的整个口感会比较色一点点 对 通常庄园级就是他们会想要有 对自己的巧克力有一个诠释 有一个表现 所以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调配配方 那 就像那个香水会有特别 我自己 对对 我要我的味道 我要我的特色 对 那Tiofeo的90% 他就是想要做一个 让大家都可以吃得下去的 高%的巧克力 哦对 的确他的90%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我觉得他90%的口感跟一般的会不一样 因为有可能他可可膏的部分成分比较多 所以你吃起来其实没有那么色 嗯可可脂的部分 对对对 他一般来讲90%你放到嘴巴要融化有点困难 你都爱 就要搅一搅 不是在含是要搅一搅 但是他基本上我觉得含下去 有那个很快就融化 所以在这个方面表示他的可可膏是程度很高 除非他有加一些 对所以外面大家想要知道有一些 有加一些成分的话就要小心一点 其实可可 其实我觉得巧克力最好还是吃他就是最原始的风味越多 其实越好 然后呢其实他另外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辣椒 辣椒巧克力 对对对 辣椒的巧克力呢我第一 其实我这个我在好几十年前我就有吃过 对那时候我第一次就是我还小的时候 我第一次吃觉得是好妙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他又跟欧洲的有点不同 是 对欧洲的辣椒跟他可能是品种 他是用他们当地的辣椒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口味 真的啊你最喜欢这一个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辣椒很特别的是 他不是一开始就让你感受到那个辣味 对对对 你是吃下去以后慢慢喊的时候 那个香味在你的嘴巴散开 尾巴 尾巴才会散开有那个味道 然后他们用的是飞飞兵当地的野生辣椒 然后野生辣椒 难怪他有一个那种 他不是只有辣 他有一个那个 香味 对对 然后其实这个 这种这个品种的辣椒 已经被意大利的曼食协会 列为 冰临绝种的辣椒 因为他们就是 他算是原始原始品种 传统的原始品种 对对对对 那很幸运的是我们的通貌人有找到 就是这样这样子的辣椒 他也想要结合当地的一个 那个对不对 是没错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Jewis一直在推跟我讲 这个荆棘 645%这个荆棘 荆棘这个就是真的是每个女生都喜欢的口味 他非常的清爽 夏天的时候 这个口味是最热卖的 对对对 夏天的时候 因为你吃起来其实比较 因为巧克力有一些 比较味道有些人都觉得 夏天吃不太黏膩 那加上这个 一点水果的香气 就比较清爽 对也是很特别 然后这两个也都是有得讲的 巧克力学院的同感 他讲了很多 然后另外啊 这个我自己觉得蛮喜欢的 这个70%的 对 70%就是一个 刚好的一个黑巧克力 所以如果你不太想要那么 那么苦 那么苦的话 其实就选这一个 那可是因为大家说 吃巧克力就是 还是对心血管好啊 或者是对一些 健康上有 因为其实可可是好东西 对或者是开心 可可的含量是好东西 吃开心对啦 因为我觉得健康 吃开心都很重要 你知道我说 吃健康 我说没有 好吃 开心还是很重要 对开心其实就对健康好的 我们就是爱吃 吃的就是要开心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黑芝麻 黑芝麻真的很特别 对 黑芝麻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坚果叫做霹雳果 因为芝麻也是算是菲律宾一个 对 它蛮重要的一个经济产物 对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叫霹雳果 是只有菲律宾有的 到底什么叫霹雳果 它是一种树果 生长在火山下 然后它里面的 Omega 3成本很高 所以它其实对脑也蛮不错的 这样子 然后我发现它 这个口味有加一点点的 也只有带一点香气 像巧克力很多后面都会加什么棕榈油 然后什么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要很小心 因为就是你在买的时候不要有太多 那个比较 其实棕榈油是没有对健康不好 但因为对生态啦 所以其实本人我们很在乎就是 我进的东西基本上 我就是不想 不想含有棕榈油 那我觉得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 你买的那个巧克力成分 后面很多成分都是 都是棕榈油 所以其实我是比较推荐就是 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去看成分 一定要去注意看它这个成分 然后这个黑芝麻的口味我也觉得很特别 它们家的味道啊 其实都不是你在传统式 传统外面的看得到的巧克力的风味 对不对 这个黑芝麻真的很瘦就是 呃40岁以上50岁以上女生很安宁 就是我啊 很香 就是我啊 吃起来真的很香 然后而且坚果反而就对身体好嘛 对啊 然后所以就是 你在吃巧克力的同时又开心 然后又觉得这个东西是对身体好的 而且每个人看到都会都会喜欢 女生都会喜欢 小孩也开心 然后还有一个薄荷姜 对薄荷姜 这个我觉得我也很喜欢 而且这个年纪大才会喜欢啊 对 没有没有这个 这个其实女生也很喜欢 对 而且它就是在我们的屋 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啦 就是咖啡牛奶巧克力 这个 这个就是最奶的 如果那个想要送小朋友 或者是 呃比较年轻女孩子 是 要奶奶的就是这一支 对 然后还有焦糖香蕉也是很奶 对 焦糖香蕉也是奶奶 对 这两支好不好 这两支都奶奶的 它这个品牌很特别一点 它都会把这些食材直接放在巧克力块里面 所以你吃焦糖香蕉你就吃得到香蕉 这个香蕉干 然后你吃咖啡牛奶 直接要是有块状感的 有口感的感觉 不是整个已经货在里头 对 所以它所有东西里面都是 你吃得到巧克力旁边 还有一点点其他的 对对对 东西混在一起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咀嚼同时 它会互相交融 对 它不是整块融在里头的 对 它是把它混在一起 是 然后又很搭 对 好 然后呢 Joyce今天要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 对对对 明星商品这个 差点忘了 今天的主角就是可可粉 对 我们香浓热巧克力粉 香浓热巧克力粉 然后呢 呃 这个就是外包中 打开是这样 然后欸 顺便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刚刚讲说 为什么它的可可粉 有很特别 对我们其实不称它为可可粉 我们称它为巧克力粉的原因 是因为 巧克力粉 对 它其实是没有脱脱 脱可可脂过的 巧克力粉 就是把最精华的那可可脂 保留在里面 因为有一些它会把它弄掉 对 其实 可可脂 我们刚才有讲过 它是一个经济效益很高的东西 然后所以呢很多 呃 可可脂是非常贵的东西 对 有些会把它弄起来另外再卖 对 然后或者是保存起来 其实有可可脂的会比较难保存 是 然后所以呢 很多商业大厂商会直接把可可脂脱脂出来 嗯嗯嗯嗯 那我们这个巧克力呢 它不是 它是真的是用可可豆做成了 一直直到最后做成巧克力以后 再把它磨成粉 哦 对 所以它其实也是算最完整 最完整的保存了 对 所以它吃起来的确它的热量比较高 可是它相对的也很浓 就是它会更香更浓 更香更浓 所以还是不一样 然后今天呢 因为我们直播的关系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可可粉 Joyce因为我们刚好我们是在做周年庆 所以可以今天 呃线上的话购买可以达到八折 对只有天时地利 对只有我们有哦 而且我 我还把时间拉长 因为我们本来的那个周年庆又做到月底 所以之前都没有 然后是今天才开始做 所以大概从今天开始到 31号的23点59分 然后都可以在虾皮或是乐天 买到这个可可粉 然后都是打八折 很难得第一次耶 很难的 其实这个货是刚到耶 我们班时剩一瓶 就留着今天要直播 Joyce跟我说 诶货刚到 所以热腾腾的上架给大家 然后巧克力呢 今天就打九折 对 所以大家可以去点写一下 对啊 好人好事代表 真的 好然后Joyce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他今天跟我们讲一下 如何来煮热可可 怎么样煮才会好喝 为什么不可以用泡 就是泡牛奶这样shake一下不行吗 其实也是可以啦 如果你真的还是乱的话 但是因为我们刚才有说到 我们这个里面 保留了完整的可可可纸 所以我们如果你在冲泡的时候 能够用热牛奶 加热以后热牛奶 直接在锅子上面煮 让可可粉 跟你讲真的要煮啦 我跟你讲我在冬天的早晨里面 我特别喜欢煮这个给小朋友喝 或是睡觉前 对睡觉前你要来一杯热可可 很幸福 很幸福 那个满足感真的是超棒的 我觉得泡的就是说没有那个香气 对不对 因为你在边煮的同时 可可纸跟牛奶的脂肪 就可以完全融合 融合在一起 对 然后而且有时候譬如说我们自己 单纯的是热水啊 或者是热牛奶 它可能温度没有那么高 我知道了 因为这里面它含的可可的高 可可纸的成分很高 所以最好是可以加热融合 对比较好化开 对 化开来 因为有一些它就是很好泡就是 反正它那个粉嘛 它没有什么可可纸在里面 对 所以可以融于水 对对对 那因为它这个可可纸含量很高 所以你在煮的同时 你也会觉得它香气很香 对 好 煮热可可要怎么煮 第一先把火打开 第二倒先拿来 这个步骤我们就先省热 好不好 OK 好 然后呢 然后我们如果是在瓦斯路上面加热的话 然后我们就要知道它就开小火就好了 开小火 其实牛奶真的不要大火 对 然后等那个牛奶开始冒泡泡 锅边冒泡泡泡 锅边冒泡泡泡 现在已经有在冒烟了 对 我们就可以把粉加上去 那要加多少 就比例上呢 我自己个人的喜好 其实我觉得越浓越好 对 真的 我自己就喜欢超浓的啊 对其实 你知道吗 我喜欢煮到那种有点稠稠的 你这个就是道地的喝法 对 在稠稠的上面可以再爆一点点那种 巧克力碎片 等一下我们再介绍它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商品 对对对 对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的喜欢的喜好是 一个马克杯 我会加大概七到八个这个tablespoon 嗯嗯嗯 你的tablespoon很大欸 哈哈哈 我跟妳讲就一直很大发 只要我要喝所以等一下加多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个人 对对对不对 你可以边煮的时候边尝一下那个味道 那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就再加 你觉得够了就挺熟 欸你这样子真的是主要煮我喝的那一种欸 浓浓浓稠的那一种 对其实啊 而且你要吃起来会黏在你的嘴唇上那种 那种 你就是很幸福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你早餐喝一杯这个就够了 真的吗 我是不够啊 因为我是大食怪 真的喔 然后呢就搅拌 对就开始搅拌 OK好 其实巧克力对身体真的很好对不对 巧克力真的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 是 对心好 什么心好心情好 当然你吃到好的巧克力啊 它平时都 欸它很容易很容易化欸 因为其实可可脂的溶点很低啦 是齁 那我知道了有一些如果没有什么可可脂的 它那个 呃都是固体的话 它就会浮在上头 对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优秀你煮那个热可可的时候 它就是粉归粉 然后牛奶归牛奶 你还要这样一直去怎么讲 要去弄它 对我们我自己的做法 我通常都会是从中心开始教 喔真的喔 然后呢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 欸好比较难化开 嗯 比较难化开的时候呢 我呢就会再多 够熬一点拿一个另外一个汤匙这样来 嗯嗯嗯嗯 来拌一下 对 或者是其实就是慢慢煮 我们可以调活小一点 就是慢慢煮 真的 嗯 然后你看我 欸其实也很快啊 对 我现在已经稠稠了 而且你有没有闻到那个香味 有就是要这样经过这道程序才会香 跟泡的真的不一样 大家可以在家里试试看 嗯 就是你泡的热可可跟煮的热可可一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 让它那个可可子跟牛奶融合之后 我觉得风味口感会更好 我们这个粉啊很特别的是 它就是 去年得了巧克力学院的银牌 那它得了银牌的奖项呢 它是以水冲泡的 啊 对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水 对 就跟水 热水吗 对 然后就直接 哦所以可以不用鲜奶 所以它也 你也可以不用鲜奶 如果你用水冲泡的话 你就是喝到 完全融了耶 对 那其实也不太需要弄它 它只需要一点时间 对它需要一点时间 哦 了解 然后它其实 因为我常常以前有煮过别的品牌 它就是会一直把那个粉 不是浮在上 而就是在旁边 所以表示它其实没有什么脂 脂肪在里头 它没有办法跟那个东西融合 所以两个就分开 所以你常常有时候喝 那个热可可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牛奶跟可可就是分离 分开 对那就表示它根本没有可可纸在里头 所以它就完全分离 只有固体而已 对不对 了解 我们那个没办法来照这个红 因为它上面你看 可以啊 来 等一下 放在旁边的盆子上 好 你不用动我了 乖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浮了一层 一层油脂 对 这样就可以表示可以做那种什么 你知道吗 那个做烘焙的那种上面 可以 巧克力蛋糕的概念 有些人也会买我们的粉 来去做烘焙 这很容易就会有够香的 对 然后所以其实啊 菲律宾他们的饮食 饮食也受很多西班牙的文化影响 西班牙最道地的热巧克力就是这样子勾勾的 哦就是这样勾勾的 对 好浓稠哦 对 真的超浓稠的耶 要不要来喝喝看 当然要啊 我就是拿糖就要做这个嵌食啊 对 哦好好喝哦 而且它不甜耶 对啊 它里面有糖啦 它这个是有糖 有糖 大概70%的黑巧克力 75%的黑巧克力 对不对 7070% 哦好好喝哦 对 然后所以其实巧克力它对 为什么它会对心血更好 因为它里面有可可多酸 有泪黄酮 嗯 那而且它还有一个 叫做极乐西安的东西 极乐西安的东西 你吃到的时候呢 你会让心情很好 所以呢 它会有放松很疗愈 对 然后会让你的脑坡 欸它说巧克力为什么 什么脑坡啊 对 为什么赌神高进要吃巧克力 你有想过这件事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巧克力其实是有安抚情绪的作用 了解 所以当你的女朋友跟你吵架的时候 就 拿出巧克力 对 嗯 还喜欢吗 好好喝哦 对 好好喝 嗯 这个 而且它 这个 它没有那种 你知道吗 它这样煮完有个香气之外 我觉得它尾巴的层次比较多 它有一个那个果酸的感觉 对对对对 其实巧克力跟咖啡都一样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水果 是 对 大家不要觉得说酸酸 那个水果哪有不酸的 不酸的表示水果被积改过 对 其实那个果酸就是很多好的东西 对对对对 嗯 好好喝哦 对 好 我觉得这样煮很棒耶 好 这个就是 所以没有啊老板娘娘 有另外一个上面可以加什么的 哦 那个 巧克力碎豆 嗯 嗯 对对 对讲一下好了 对对 我们巧克力碎豆呢 对对对 然后呃 因为一开始上架的时候就卖得很好就卖光 对 所以今天没有办法 但是呢 就是刚刚跟我说已经到台湾了 所以呢 下礼拜 对下礼拜就会不怕了 礼拜一就会上架了 对然后如果我很喜欢就是在上面再淋一点点 然后增加口感是这样的 对增加口感 对而且那个那个那个巧克力豆你也可以呃 就是放在那个麦片里面吃啊 甜点上面吃啊 我觉得都非常好吃 真的是懂吃的人 欸 我们就玩嘛到处试试看放看看 我觉得它超好吃的 然后我还自己就是煎香蕉啊 煎香蕉就在撒在香蕉上 就是一个甜点啊 好健康的甜点喔 对啊 你就用一点点那个 然后再撒上一点椰糖 哦 那我也要来试 对很好吃 好 这个我觉得 而且你看哦其实 经过你看 表示它的那个 欸真的油油亮亮的 它有油耶 有一层油耶 而且你看现在凉一点的时候 它的油脂度 最开始凝固 对对对油脂度就更好 对 其实啊我自己在夏天的时候啊 哦了解 所以这是一个测试对不对 你在煮热可可的时候 更可以知道它的那个 到底是什么成分 它是什么成分对不对 对 它有没有油脂的那个部分都会出来 对对对 然后那个香气 对 哦了解 这个其实我也是觉得 我也学到了 我夏天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冰在冰箱 然后就会变成非煮好的 煮好冰冰箱 然后放凉以后冰冰箱 嗯 就呃当然你不能让它凉太久了 因为是牛奶嘛 嗯 那可是你呃 所以你看它不会分离 对 然后你把它冰在冰箱 一般我们煮那种 热那个什么 这个巧克力 牛奶跟巧克力 只要你没有 没有在搅拌 它就分离了 它就分离了 哦真的哦 对 你没有吃过那种 我都知道我们家是种的 只有它叫什么 可可 就固体 可可固体 可可固体的部分 就是它已经被抽掉 那个可可脂的部分了 对 然后 好理解 然后就会 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好喝的冰巧克力牛奶 哦 是哦 诶真的耶 它完全就是 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测试一下 你现在家里面的那个可可粉 哈哈哈 可以 到底它是只有固体还是有可可膏 可可脂在里面 对 这样就很容易区分 对 是一个很棒很棒的 我其实现在有发现 游戏 游戏很好玩很好玩 对 好 那今天的一样 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巧克力粉八折一定要 而且这才刚到 台湾新鲜上架 很新很新的东西 然后巧克力呢 有 目前有十种口味 就是十全十美的概念 而且是因为很完整 刚到货 所以就一直想到货 要赶上大家介绍 因为已经缺货缺很久了 是 对中秋节大家买礼盒 这完全都没有 找不到这个巧克力 对 对啊 中秋节是完全大家都买不到 然后呢 没关系现在是 现在有圣诞节可以买 对 现在有圣诞节可以买 也不一定啊 想送就可以送 想吃就可以吃 趁周年庆嘛 对 对啊 周年庆到月底 然后还有这个包装 包装很厉害哦 这个是三入的包装 我觉得包装都很厉害 还有五入的 对不对 而且啊 就只是那个佛心来的 盒子不用算钱 没有是老板 周年庆来的 老板自己送你们 这个礼盒的 这很漂亮啊 真的是 然后呢我会帮你打上 你喜欢的缎带送给别人 这种这个对 我觉得这个小礼物很贴心啊 对 真的 很贴心很贴心 好然后他的那个礼盒 有五入跟三入的 好不好 五入跟三入 所以在网路上面没有礼盒 因为礼盒都要挑口味啦 所以来现场买啦 对 要来现场买 而且来现场买那个 还可以来喝喝看那个小月 哦对就是也是佛心来 就是你佛心啊 他就放了一大桶跟我说 放在这里 有客人要试喝 就随时可以试喝 反正我们隔壁就有超商嘛 就现煮给大家喝 可以 或者是你其实冲咖啡 你讲的 你说放到冰箱里面是不是 好吧那我就用冰的 给大家喝好了 对我就每天冰一壶那边 然后想要试喝的 你就可以过来试喝 好不好 好 要赶快来啦 因为牛奶也是有保存期限的 我们隔壁就超商 没有关系 本钱很凶厚 给大家喝够 好不好 我巧克力不够的时候 我再跟他要 OK今天很谢谢Jose来跟我们直播这个 巧克力的部分的分享 还有呢 他的斜杠人生 大家有需求的话 可以私讯一下那个 味觉南国的那个 可以可以私讯 对对私讯一下他 好不好 把你的资料丢给他 他会希望帮你找到幸福 我会帮你安排 还没有找到幸福之类 他会给你幸福的巧克力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要来喝巧克力了 拜拜 好好喝